HELLO 大家好 我是Hiva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的影片是一個我很久沒有做的影片 就是 空瓶分享 OK 那經過這麼久呢 我當然收集了超多空瓶的 你看 這些裡面全部都是我用完的東西 OMG Let's get it started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如果你想要知道我怎麼樣 弄出我的頭髮的話呢 就是我怎麼樣捲頭髮之類的 會有一個教學的影片 雖然說是講英文 但是還是可以看一下 就還是看得懂這樣子 那 我會link在下方 你們就是看完這支影片就可以去看 首先呢我幾乎在每一個空瓶分享影片 幾乎都會有這個 這是結眼水 那他們品牌叫做Planet System 然後是來自法國品牌 然後他們兩個都是 樹莓結眼水是給混合機的 我真的覺得他們超棒的 雖然說價錢偏高 但是 我記得他們之前有在做 就是 算清倉吧 打折打滿多的 但是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反正我會把他們商品連結 放在下方資訊欄裡面 那因為我卸妝的時候就會先用結眼水 整個就是全部卸掉之後 那我去洗澡的時候我會再卸一次 用洗的那種的卸妝乳也好 再卸一次 卸掉之後呢 就會發現 欸 眼睛下面居然有 睫毛膏的殘留物還是怎樣 然後我再用結眼水再好好的卸乾淨 我現在目前是沒有庫存了 就是 我可能要去買其他品牌的結眼水 那 蠻想試試看那個卡尼爾的那個結眼水 不知道大家有用過花不知道好不好 OK 再來是這個 這一個呢 我在我上一支的空瓶分享裡面也有講到 這個就是 Lactoseed 品牌中文叫什麼啊 啊 利... 利朵書 對 利朵書它是婦女清潔液 清潔乳 然後它這罐是粉紅色的 那這罐呢 是我用完的第二罐 我很喜歡 它的第一罐 可是當我用這一罐之後呢 我覺得 它為什麼 變很水狀 變很水狀 你倒在手上它就幾乎都流光了 我覺得很浪費產品 我就不知道它為什麼要變 雖然說沒有很貴 但是 你不可以這樣子對待 你的消費者吧 對不對 所以 我不會再回購了 I'm sorry OK 再來回到卸妝 這個呢 是 鼎鼎大名的 Banilla & Co的 Cleaning Zero 就是它們那種卸妝膏 那當初這個是我朋友送我的 它卸妝力沒有我想像的好 雖然說是沒錯可以卸掉大部分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針對我的眼妝來講 我可能還要再多卸一次 不然就是再用我的解眼水再卸一次 對 那我覺得 它對於清潔臉部的彩妝呢 是還不錯的 只不過有一點啊 會讓我的眼睛有點模糊 就是我通常是在洗澡的時候就寫 然後就會讓我的眼睛感覺霧霧的 我覺得我是不會自己去買這個 除非有人送我 就是因為它使用上衣也是要打開 然後挖出來 我個人是比較傾向於可能用牙的 就是個人比較懶這樣子 那 我知道有很多人喜歡這個 但是可能因為我的妝真的比較重 重蠻多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於卸眼睛的部分呢 是還好 再來呢是這個 化妝凝膠吧 對反正就是類似化妝水的東西 那它這個是Doctor Wu的VC味道美白化妝水 我當初呢是在屈城市買 然後Doctor Wu它是醫美品牌 通常價錢會比較高 可是當初在打折 我就欸 想說就可以買來用用看 那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它是透明 有點凝露狀的那種 所以我覺得對於 像我這種會出油肌膚的人呢非常好 它就是沒有油 對所以你上上去它很快就吸收了 我覺得這個是很適合會出油的人 然後這個算說是美白化妝水 但是美白的部分呢 我是沒有注意到太多什麼明顯的效果 那我知道說它們有另一個好像是藍色的 就是專門保濕的 對 那我會不會回工呢 因為假設你有看我的 AtoClassic的影片 你就知道POP&STORE寄來一整組的 AtoClassic的保養品 那對 所以我現在就是 我不需要再去買其他的保養品 再來呢 欸 欸裡面還有 What the hell Oh my gosh 還有欸 好吧 那這個雖然說不算空瓶 但是也是快用完了 我還是講一下好了 這個是天蜜韓的 Kingsberry Toner 就是他們的化妝水 這個呢我當初真的超愛的 因為它擠出來就是完全很像水 然後它的味道是那種淡淡的莓果香 跟剛剛的理由一樣就是 我覺得很適合會出油的人 因為它就是擠出來完全就像水 然後很快就洗手了 但是你可以馬上感覺出你的肌膚 就很飽水的感覺 很嫩 再下一個是這個 Naqua White Plus Wash 這個是 這好像是一個台灣的品牌 因為我有做過 調查 出這個也是別人送我的 沒有看過這個牌子 然後我就上網找一下 在台灣其實很多那種生技公司 然後他們都有出一些洗面乳汁的東西 那這個呢我用我真的很喜歡 它是白色 然後你搓出來的泡泡超綿密 然後你洗完之後 臉很乾淨 可是又不會那種很乾 會讓我的肌膚洗完 覺得就是很崩的感覺 因為我現在又是有其他的洗面乳在用 但是如果說你想要試試看 可能我覺得這個還蠻適合敏感肌的 因為真的超溫和的 你用到眼睛也不太會痛 當然你不要怎麼 你不要想說 喔我要試試看 我就擠在我的眼睛裡面 不要這樣子 ok 下一個東西呢 是我很愛的牙膏 對 這個呢是Sunstar的 Aura 2 Stand Clear Toothpaste 這個是 這應該是日本的 然後這個口味是 Apple and Rosemind 就是蘋果跟玫瑰薄 對 然後它是橘色 你可以認顏色就好了 我發覺這個真的有幫助 它可以讓我的牙齒保持比較白 因為我之前就是有用過牙齒美白的產品 之後就是有用這一隻牙膏來刷牙 然後之後這隻用完了 我就還沒來得及去再買這隻 就用其他的牙膏 後來就發現 欸我牙齒好像怎麼感覺變得 沒有以前那麼白的感覺 然後後來我又馬上去買這個牙膏 然後就覺得說我牙齒又白回來 我覺得很神奇 雖然說一隻一條要99塊 小貴啦齁 但是我覺得 沒關係喔 因為我覺得有用就是OK 嘿再來是Dry Shampoo 乾洗髮 這個呢就是鼎鼎大名 英國品牌Batisse的 Juicy and Addicted Party 中文是香榭派對 對 它的味道 我覺得很好聞 它或許不是那種 你每一天都可以接受的味道 就是你日常 你可能就說欸味道有點太香 但是我覺得 因為它都講香榭派對 就是我覺得 你可能想要去跟朋友出去的時候 你就噴一下噴一下 它真的味道我真的覺得還蠻適合 那種時候的 然後再加上Batisse他們的乾洗髮 我覺得是最有效的乾洗髮 那我有用過其他品牌的乾洗髮 我都覺得 稀有力沒有Batisse的強 對所以我就是 真的很喜歡Batisse他們家的乾洗髮 雖然會白白的 可是你搓一搓其實也就看不出來 我今天有用 我後來還有再買兩罐 真的覺得沒有乾洗髮不行 因為我以前是天天洗頭 可是我後來覺得說不行 這樣對頭髮真的太傷了 而且也蠻浪費水的 所以我就 最近都是 現在比較熱了 就可能兩天洗一次 最多三天就受不了 可是冬天的話 比較不會那麼容易流汗 就三四天洗一次就好了 對這樣多省水啊 好那接下來呢 這一個也是乾洗髮 可是 我對它的看法就比較 因為我跟你講 這個是來自德國的 什麼 很難念 維他命E乾洗劑 頭髮乾洗劑 然後這個只要199 可是呢 當我 用第一次之後 然後就發現 欸 這裡怎麼一直覺得涼涼的 一直有氣體噴出來 噴出來 過沒多久 我就再也噴不出東西來了 因為他裡面的氣體 都露出來了 我覺得說 就是在整我嗎 可能是在運送的過程中 敲到還是怎樣 I don't know 我非常不喜歡這個 對 浪費錢 我才用一次 下一個呢 這個是 Essence的 Instant Matte Setting Spray 這是他們的 霧感的 定妝噴霧 柔霧 定妝噴霧 對 Essence 那 我當初 記得我還 還算喜歡 它不是我最喜歡的噴霧 因為噴頭真的是 沒有很好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我用習慣 那個Skindinavia的噴頭 就是 它的霧 就是 緩緩的降落的那種感覺 我還蠻喜歡 那種的 可是 這個呢 可能因為是比較開架 比較便宜的 然後他們 不太能用 太好的噴 噴嘴 這樣子 我覺得噴嘴真的很重要 嘴不好的話呢 你噴霧要喜歡 還蠻難的 所以我是不會再回購 他們有出 新的喔 好像說會亮亮的那種 但是我也不想買 因為我覺得他們噴嘴應該也沒有很好 再來呢 下一個也是Essence的東西 這個是Essence的Pure Nude Powder 他們的 粉餅 色號是 純淨裸膚粉餅10號 你看到嗎 我完全 用光 我真的超愛這個粉餅的 因為它給我的感覺就是 很霧面 可是一點都不會乾 我覺得就是很適合它取的名字 比較純淨裸膚 像說 很明顯的是 你有上妝 可是 它給我感覺又是那種 柔霧 然後又 有點自然的感覺 我真的很難形容 唯一可惜的是呢 這個呢 目前台灣是沒有了 對 我當初是在 網站上買的 那我 後來還有再去找 你只能在蝦皮上面買了 100塊左右 對 所以 如果你們想要用的話 我真的很推薦 可以去買這個 再來還有一個Essence的東西 對 我真的很喜歡Essence這個牌子 這是Essence的 Make Me Brow Eyebrow Gel Mascara 它們的眉 眉膏 染眉膏 對 然後這個顏色是2號 咖啡色 我真的超喜歡這一支 它的頭 超小 很剛好 就是可以 刷我的眉毛 因為我有用過那種 它刷頭跟睫毛膏差不多大的 的染眉膏 我就覺得 痾 你幹嘛要那麼大 因為你的眉毛就 就細細一條而已啊 你不是應該就是要像 Benefit 它們的那個 染眉膏一樣做小小的 那 平價的品牌Essence 它就是有做這種小小 我覺得很棒 對 然後它們裡面也有纖維 所以會讓你的眉毛看起來更立體一點 那我會想要再回購 但是因為我還有其他的還沒用完 所以我又想說 過一陣子再說 OK 再來是Colourpop的這個 Mr.Bean眼線筆 這個是 Colourpop跟KathleenLights合作的眼線筆 這個顏色我 超愛 因為它是棕色 可是是帶 暖的棕色 一個很暖的棕色 可是又夠深 它可以 讓我的眼睛 就是看起來更有神 然後可是又不會像黑色一樣 看起來 太過銳利的感覺 我覺得它就是介於中間 然後它很好畫 它很滑順 它不會太乾 然後因為它是 KathleenLights跟Colourpop的合作 我就是喜歡 KathleenLights 然後就想要吃吃它 然後它這個 顏線筆呢 也是超棒的 我會想要再回購 下一個東西呢 也是Colourpop的 這個是他們的 Lupistics Matte X 就是他們最霧面的那個 口紅 這個呢其實不是我用完它 是它斷掉的 No good 這個顏色是 Who Run This 喔 這個顏色就是我發現 它跟Mack的Chili 一模一樣 顏色 甚至我還更喜歡這個 Who Run This 的口紅 更勝過於 Mack的Chili 因為Mack的Chili 相較之下 沒有這一支來的霧面 那我就是喜歡 這一支 就是給我那種很霧感的感覺 可是他們又不會很乾 因為他們不是液態唇膏 所以我覺得 它給我的霧感是剛剛好的 我喜歡的那種 看起來就是霧面的 可是又不會 軍裂的那種 對 那只很可惜它斷掉了 或許我會再回購吧 有可能等我Chili 用完 然後我可能就會想要 再買這個 Who Run This 如果說你一直很想買 Mack的Chili的話呢 先想一下 你可以買買看這個 Colourpop的Who Run This 真的顏色幾乎一模一樣 再下一個是一個護唇膏 這個我記得是日本牌子 開架品牌叫 Integrate 那這個呢 我覺得 欸還有剩一點點 就它看起來是淡粉色的 可是它上上去是完全沒有顏色的那種 然後我覺得 我很喜歡它的原因 是因為 它給我滋潤感 可是又不會太油 然後它也沒有什麼 太多的味道 我只要在上液態唇膏前呢 上這個護唇膏 我的液態唇膏的感覺 就不會那麼乾了 所以我真的很喜歡這一支 我還蠻有可能會再回購的 這個也是蠻便宜的 因為畢竟是開架的品牌 再來是一個 這叫什麼 這個叫什麼 眼 眼 眼藥水 我居然忘記這怎麼講 眼藥水 對那這個呢 是我在日本買的 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買 應該是沒有 對然後它長這樣子 這個是我用完的 第二罐喔 這個呢 它雖然小小的 可是可以用蠻久的 然後你每次滴 因為它的嘴啊 超小 所以它滴出來的水滴呢 是比較小的 我覺得這樣子比較好 因為它就是設計說 我們可能女生會化妝 那你水滴太大的話 你的妝就毀了對不對 所以 它這個水滴比較小的話 你就點個一滴 最多兩滴 就夠了 雖然說還是會 就是你周圍會水水 可是你馬上用衛生紙擦乾 就還ok了 對 那我真的很喜歡這個 我只要有去日本的話 我都會買這個 最後是 遮瑕膏 遮瑕膏首先是這個 Maybelline的 Cure Concealer Mineral Healthy Natural Concealer 很久很久以前出的 國高中的時候有用一支 去年的時候 對 我就是想說 欸 再買來 再用一次好了 然後 我真的還蠻喜歡這支的 因為它給你的感覺是那種 很自然 可是呢 它遮瑕力 我覺得又夠 再來這個呢 就是鼎鼎大名的 FIT ME Concealer 這個色號是 10號 喔 剛剛那個的色號是 1號 這個好像沒有在賣了吧 我有點忘記了 第一支用的呢 是我在美國買的 然後色號也是 15號 Fair 然後這支是第二支 我真的很高興台灣有進 FIT ME的這個 Range 對那 FIT ME這個遮瑕膏 我想也不用多講吧 因為它真的 是我用過 數一數二最好用的 遮瑕膏 真的超棒的 他們的粉底也超棒 也是我 算是我最愛的粉底液 對 真的真的超棒 最後一個遮瑕膏呢 是Colourpop的 No Future Concealer 這是他們舊版的 他們只是把 名字給改變 那舊版的這個名字是 Light Neutral 新色我就不確定 它號碼是多少 他們的遮瑕膏 超 極 棒 它相對於FIT ME這支呢 真要選的話 我會比較喜歡 Colourpop這支 因為它讓我的肌膚看起來就是 超級平滑 就好像 同時又 讓我的毛孔變小的感覺 對 我覺得這支真的超神奇的 那我呢 一定會再回購 但是因為最近呢 都 沒有再買Colourpop的東西了 但是下一次 我要買Colourpop的時候呢 我一定一定會再買他們的No Future Concealer 如果你還沒試過的話 一定要去試 OK啦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支影片 這種空瓶分享的影片呢 就可以讓你知道 一個產品完完整整 讓使用者的感想是什麼 我覺得說 在First Impression 或是Favorites的影片中呢 或許你可以大概覺得說 欸 它可能 剛開始給人的印象是什麼 但是我覺得 你看 空瓶分享的影片呢 才可以得到 較多的資訊吧 那就是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支影片 那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讚 然後也不要忘記 訂閱我頻道 然後旁邊有一個小鈴鐺開啟的話呢 你就可以收到我新影片的通知 那 也可以去Follow Instagram 我的Instagram 還有Facebook的專頁 都是 ivachengtw.go 我都會link在下方 以及我所提及的產品的東西 也會標在下方 OK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